Rr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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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什麼我們這次的頭牌壽場變成了頭牌電影院呢? 因為今天要和大家一起來看的就是稍微放了那麼一段時間的 Maiso Magella 2022的Golding系列 本次的Golding系列就叫做Cinema Inferno 浴火電影院 嗯,浴火電影院 是地獄的浴,你行不行啊 那我們知道Maiso Magella的現任創意總監John Galliano 海盜也自疫情以來一直在探索傳統秀場之外的媒介 來發佈自己的新系列 之前我也有講解過2021年春夏成衣的那場月下婚禮 沒有看過小可愛可以去補課一下 那本次的Golding系列是在巴黎的夏樂宮上演的 與其說是一場時裝秀 不如說是電影藝術和舞台劇的結合體 模特身著時裝化身演員 在舞台上演繹著扣人心弦的情節 而在他們演出的同時 我們可以看到有身著棕色封印的工作人員們 在用攝像機記錄 畫面也實時投放在舞台上方的大屏幕上 好像A配現場 我看這個視頻全程就是周迅蓮 好多人啊 AI的好忙啊 工作人員就哨喘下跳 手腳齊用 觀眾也看得眼花扭亂 對 關於這個故事的含義 攝像媒體上面的大家口徑都大同小異 我們在閱讀資料的時候都覺得差點意思 所以在視頻的後半段 會和大家一起來討論 AhaLolo的獨家解讀 和設計師在秀場當中藏的彩蛋 超多細節 任何人沒有看完這支視頻 我都會生心的好吧 那我們來先把整個秀場名料上的事 給大家梳理一遍 這次的男女主角 還是海盜爺最愛的那個翹拼的男 Leon Day 以及小精靈Luluthani 他們飾演了一對苦命鴛鴦 名叫Han and Compt 這個男女主的名字不禁讓我想起一首歌 AhaLolo英語小課堂 男主的名字Count 在這裡不是數數的意思 而是伯爵的意思 女主的名字Han 一般性大家都會理解為母雞 但是在英語的禮語裡面 其實也會被用來稱呼心愛的女孩 有點Darling 甜心的意思 我就是很難想像 有誰叫自己心愛的女孩雞 所以在這裡 兩位主人公的名字 其實應該是被翻譯成 甜心和伯爵比較準確 那為了方便記憶 在這裡我們統一叫他們賊公賊婆 為什麼不是甜心和伯爵 不覺得賊公賊婆更好記吧 故事一開場 我們的賊公賊婆 就駕著車在美國亞里桑那的沙漠當中逃亡 所為何是呢 穿得太騷了 要被時尚警察射殺 Kill this love 那賊公在沙漠裡面穿全鑽牛仔褲 那賊婆就殺群配有貌 一個字騷 實在是太騷了 然後賊公的衣服呢 就龔俊 我們的俊俊子就穿上了肥甘露的封面 跑航來說 賊公賊婆他們其實是被一群 叫做Spectral Cowboys 幽靈牛仔在追殺 那故事用道具的手法也說明了原因 賊公賊婆有著偶像劇一般的相遇劇本 他們因為雙方的父母結合 而變成了一父一母的兄妹 韓劇的編劇直呼內行 看來疫情在家 還能也沒少看韓劇 對 賊公賊婆他們和所有偶像之主人公一樣 不顧世俗的眼光 違背道德理教 他們私定終身了 並且賊婆發現自己懷孕了 賊公說 哈哈哈哈我都爹了 我說笑得如此勉強 賊婆說 先別高興得太早 有可能是喜當地 賊公說我的衣服怎麼綠了 你還真別說 賊公的衣服 他運用了複雜的Sandstone 沙暴工藝 模擬那種被黃沙侵蝕 風暴席卷的效果 黃中透著藍 藍中又猜有點綠 有點綠 但不多 可以說 海盜也有心了 那我們的賊婆 為什麼會說喜當地呢 原來是賊公的老爸 賊公公 他曾經用暴力手段 佔有了賊婆 所以賊婆生下的孩子 可能是賊公自己的兄弟 啊 海盜也 那至此呢 這個故事的矛盾就達到了頂峰嘛 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 賊公公又想對賊婆用槍 賊婆就大聲呼救 但是呢 賊婆的媽媽 青娘 賊婆婆 幾杯烈酒下肚 不但不失意援手 還質問女兒為什麼勾引自己的老公 賊婆白口莫辯 賊公紋身趕來 怒從心頭起 惡象膽邊身 睜開眉下眼 咬碎口周牙 賊公就在賊婆的怂怒下面 就啪 一槍截過了自己的親生父親 賊婆也截過槍 殺死了自己的母親 至此啊 賊公賊婆 他們兩個就殺父父母了嘛 慌亂地將汽油淋在屍體上點燃 想要離開熊熊燃燒的家的時候 他們就看到在烈火的深處 走出了幾個黑影 不由分說 就開始向他們開槍 那賊公被擊中了 富補 賊婆就搀扶著他 爬上了汽車 自此開啟了逃亡之路 那他們就逃啊 他們進入了一家詭異的電影院 再不知是現實還是夢境當中 穿越了私家偵探的辦公室 學校的prom舞會 醫院的手術室 萬聖節的化妝集會 mama-san的居酒屋 這五個地方 每個場景都是公怪陸離 各不相同 但不變的是 都是以幽靈牛仔趕到現場 一陣槍鈴彈 與群眼紛紛領便當而結束 在最後的火拼當中 Kont再次被幽靈牛仔 打中 再次中槍 賊公賊婆又開始駕車逃跑 呼應開頭的那一幕 OK,說了這麼多 就是把明面上的 大家能看到的 這個劇情給大家捋完了 本次的舞台劇看完了 你是什麼感覺? 我感覺 非一般的感覺 感覺有點亂 整個舞台劇的表現形式 讓我想到了 由Niko Kidman演的《狗陣》 然後電影情節又讓我想到了天生殺人狂 就是那個B級片 上來不由分說 現在下一個多人再說 沒錯 Vogue也是這麼說的 所以有很多小可愛看了Vogue的解說 就順著這個思路 說海盜爺這次是從美國的一些經典電影 比如說像《慾望好街車》 像《夏日吃魂》 當中得到的靈感 演續了電影中描繪那種溫柔敏感 辛弱的人 毀於粗魯殘暴的現代社會的主題 從而把這場秀理解為 自由和權威的對抗 男女主代表著爭脫禮教的自由靈魂 而幽靈牛仔則代表著鎮壓暴力的權威力量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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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as like boring 海盜爺說 so rude 竟然把我和那些喊口靠的攝影師混為一談 盧家是修煉千年的妖精 不是口吐白臉的聖母 終於 溫馨提示 Vogue每次使妝中要寫幾十篇秀品 所以很多秀場是沒有辦法 也沒有時間去深究的 所以希望評論人們也不要迷信權威 複製粘貼多多自己的思考 好不好 接下來就要和大家一起拿出小鐵丘 一起來挖出海盜爺買下的一個個小彩蛋 聊聊這個故事到底在說什麼 先說結論 賊工賊婆從一開始就已經咳咳了 這個時候有小可愛要說了 中槍的難道不是只有賊工康嗎 其實在影片的首尾 賊工賊婆的對話當中 賊工就兩次對賊婆說 you are hurt too high 可以看到其實賊婆也是有受傷的 雖然具體沒有說明傷勢有多嚴重 但是在一個舞台劇當中 導演不會將一句多餘的台詞重複兩次 我們再來看到賊工康他的腹部 他並不是全程中擔的 在進入電影院之後 他的傷勢就消失不見了 漢在那個時候似乎也痊癒了 標誌著他們進入了某種幻象 直到影片最後 賊工賊工再次中槍 開啟了下一個輪迴 聰明的小可愛應該在這裡發現了一個關鍵詞 那就是輪迴 電影中兩次出現了同一首歌 作為第一次在電影院的大廳由黑人牛仔吟唱 第二次在碰舞會上作為 最後一舞的背景樂 這樣的編排不斷暗示時空的循環重複 海盜爺到底想說什麼呢? 其實海盜爺早就在秀場的標題當中 已經點名了題眼了 秀場標題是什麼?在彈幕裡面回憶一下 就是Cinema Inferno 浴火電影院 其實本次秀場當中的電影院就是地獄 賊公賊婆在電影院裡面遇到的各種癡眉亡良和幻境 就好像18層地獄對應的不同層 賊公賊婆在結尾出看似是逃脫了煎熬和懲罰 實則他們是在無限的輪迴,沒有盡頭 而賊公賊婆他們全程還困於心魔被蒙在鼓裏 那勝賞中對於群演的角色也有明顯的暗示 靈魂牛仔們不用多說 在地獄與境下就是地獄使者的角色 負責抓捕遊魂野鬼 影片中有一段是男女主在電影院睡著之後 黑人牛仔和檢票員透露消息給幽靈牛仔的對話 檢票員說他可以感受到女主腹中胎兒的胎動 而黑人牛仔則說 The trumpet will sound and the dead will be raised imperishable 小號成名而死者終將不朽 由此可以推測出他們其實和幽靈牛仔是一夥的 他們倆都是魔鬼幻化而成的 檢票員在這一段還直視著鏡頭說了一句 It's sad, so very sad 而之後在舞會的場景當中 也有一個舞會的女靈重複了這句話 Is that punch on your shirt? No, that's just blood That's so sad, so terribly sad 直指賊公賊婆令人唏噓的兩吃三命的結局 而在舞會上面還有一位西裝革履的先生說 You think you got away, don't you? 另一個女孩則笑嘻嘻地路過說 If only they knew 都是在暗示著全程只有男女主兩個人毫無頭緒 而身邊的靈魂都已經知曉了這個秘密 那就是他們已經去世,身處地獄 我們知道了地獄輪迴的這個大前提 其實笑嘻上所有的編排就都合情合理了 笑嘻的後半段中出現了醫院的手術室 萬聖傑的化妝集會和Mamazon的居酒屋 手術室這個場景其實是出現在傑光賊婆被 擊中之後他們倆就是騰空而起 停滯在空中命懸一線的時候 這也是運用了一個高速攝像機拍攝的時候 會出現的那種定格畫面 BGM當中心臟停止的B這個聲音 暗示著在他們生命的最後時刻 可能是去到過醫院搶救的 但是隨著醫生護士們放棄手術 開始步道轉向信仰 揭曉了搶救無效的這個結果 在這個手術室場景之後 出現了一個簡短的小黑屋場景 從演員的南瓜頭飾女巫帽子 就可以看出來其實是在描繪萬聖傑的場景 那在西方呢萬聖傑也叫回魂傑 人們啊就是陽間的人們 會把自己隱藏在奇妝衣服當中 歡迎逝去的親人可以混在人群當中回陽間探望 而在這個場景裡面有一個長得酷似 無極理的劉業的角色 就也指點賊公賊婆說 KEEP YOURSELF UNSPORTED FROM THE WORLD ACT JUSTLY, LOVE MERCY, AND WALK HUMBLY TO YOUR SALVATION 簡單翻譯一下 就是說請你們抱著敬畏和愛的心 緩步於這個世界當中 虔誠地走向你們的救贖 這個WALK HUMBLY TO YOUR SALVATION 都很妙啊 就引出了下一個場景 孟婆小酒館 接下來這個居酒屋場景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有兩位MAMA桑 一位是戴著白色的帽子 一位是戴著黑色的帽子 就剛看到這個場景 很難不讓人聯想到黑白無常 那黑帽的MAMA桑 她還引導著賊公賊婆 跨過內曬 象徵著隔絕了FULEN 墮落之人 和SAID 被救贖之人的門檻進入居酒屋 而黑白無常在傳說當中的職責 也是負責引渡靈魂進入地府的 再結合海盜爺 對於東方文化的痴迷 就很有可能是在這裡Fusion了一把 融合了一把 而在酒館當中 MAMA桑也盛情邀請賊公賊婦 來喝Bourbon撥本酒 也讓我想到了另外一個神話形象 那就是孟婆 我們常在中國文化中 聽到喝孟婆湯 過奈何橋 其實在西方中 但丁在神曲中就有提到過Lath 這一條希臘神話中的河流 忘川 亡魂虛影此河之水 來忘卻人間的所有罪惡記憶 那我們在這裡大膽解讀一下 這個小酒館裡的Bourbon酒 就是忘川水 所以海盜爺把這個孟婆小酒館 安排為輪迴之前的最後一關 也就不難理解了 在這裡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一點 我覺得是海盜爺私人的一個小彩蛋 海盜爺在台詞編排的時候 給這位戴黑帽的媽媽桑 安排了一段生前的回憶 借媽媽桑之口回憶起了當年 Charles James給自己親自兩體製作的 錦衣滑服 生前是個富貴人家 對的 可以看到海盜爺對於Charles James的才華 真是賊性不死 啊不對 孽孽不忘 也暗示了媽媽桑之前 他是一個富貴之人 可能是死後才被安排在這個地方當差 他的經歷就令人浮想年篇 海盜爺的三言兩語 就讓一個配角的形象 生動了起來 還是寶刀不老啊 給個大母哥 那最後呢 自憐自憶的媽媽桑 他也對菱形的賊公賊婆說 We are judged on our deeds which is why I will be staying here forever You While you still harbor the dreams of leaving all this behind you I can see it in your eyes 意思就是說啊 我們每個人都是根據自己做過的事情 來被審判的 這就是為什麼我會永遠的 待在這個酒館裡面 但是你呢 我可以從你的眼睛裡面看到 你還企圖把這一切拋出腦後 這段話其實也是很清晰的點名了 男女主他還沒有認清自己所造成的業障 企圖逃離審判 其實看完整個秀場 就可以看到海盜爺對於罪功罪功的立場 就是他並不認為 Han and Khan是好人 他諷刺的為他們穿上了輕薄夢幻的紗 把他們塑造成了王子公主的形象 但他們殺父父母的行為其實罪大惡疾 如果他們是好人 死後應該去天堂 但是海盜爺把他們丟進了烈火熊熊漫天風沙的地獄 遭受地獄使者無盡的追捕 寶藏輪迴之苦 所以他其實應該是個全員惡人的設計 這是一個黑暗童話 沒有一個好人 而還有一個小細節也能說明賊公賊婆罪人的身份 在秀場一開始 賊公賊婆剛剛開始逃亡的時候 他們的車子被頂了一下 賊公就問了我們有壓到什麼東西嗎? 賊婆說不知道可能是一隻烏龜吧 賊公說小傻瓜,沙漠裡怎麼可能會有烏龜呢? 那烏龜這個突兀的意象放在這裡顯然也是有所指代的 在翻院了資料之後 我們發現在早期的基督教當中曾經有記載 烏龜是被定義為不禁的動物的 它移動緩慢是因為它自重而沉重 它的龜殼代表著異教徒的嚴重罪過 那基督教的學者Jerum of Strudon 也曾經發表過類似的言論 那在反覆捋了十幾遍秀場之後 其實這隻烏龜也可以被看作一個提示,就是一個紅燈 標誌著男女主踏上逃亡之路的那一刻 就可能已經進入了地獄了 所以相比於Vogue提到的那些影片 本次Cinema Infinal的秀場和故事邏輯 更靠近恐怖郵輪,黑鏡Playtest 也更符合海盜爺自疫情以來創造的恐怖四部曲的調形 我們帶大家來簡單回憶一下這四部曲 2021的春夏成衣 它講述的是月下婚禮,探個馬拉松的故事 然後2021的QG Golding說了一個 三生三世十里焚炒的故事 十里焚炒 對,它是一個Folk Horror Story 就是民間恐怖故事 簡短來說,男女主投了三次台 都沒逃脫一個邪惡的皇冠的詛咒 然後Getty家的千金就帶著被詛咒的皇冠結婚了 還不在乎 所以我感覺海盜爺為什麼願意過一下來給他詛咒 可能覺得這個女孩很有 命很硬 然後2022春季成衣描繪了一個 水手觸礁彷徨流浪的一個故事 所以順著這個邏輯 和海盜爺一貫的風格來看本次秀場 更像是那個獅子台 就是大家說的那些魔幻故事 對 所以小可愛們 你們在理解海盜爺的時候 其實只要記住一點就ok了 海盜爺他就是一個Master of Storytelling 講故事的大師 海盜爺他自己說 我從小最喜歡的時刻是月光下的世界 因為月光下的世界霧蒙蒙的 是一個有灰度有想像力的世界 通過時裝海盜爺他想做的事情很簡單 就是創造一個make believe的世界 只為了讓觀眾發出孩童般的驚嘆 wow 這就是他想要的反例 是的 而秀場中的每一件衣服 其實都是和角色相輔相成的 這就是為什麼你會發現 其實本次的秀場解析 我們真的就是在解析秀場 幾乎沒有怎麼說衣服 因為海盜爺他的設計手法 其實是連貫的 他對於材料和擴型的運用 是一直在線的 只要你理解透徹了這個故事本身 你就很容易可以理解 為什麼檢票員的裙子 是用紅色的絲絨帷目和金色的斷帶所組成的 為什麼在舞會場景當中 男士破碎的燕尾服上會有音符的刺繡 為什麼手術式場景當中 那個大斗篷、蝴蝶結的位置 和一次性手術服的綁帶一樣 都處於人的背後 為什麼居酒屋白帽子 MAMA SON的衣服 擴型和日本的和服類似 就連之前提到的複雜紗暴工藝 其實也是為了符合故事 發生在沙漠的這個設定 所以你理解了他這個故事之後 他的衣服為什麼會這樣子做 你就很顯而易見了 你們那麼聰明 在看完我們的解說之後 就可以再去看一遍秀場 一定能發現更多的設計小巧思 看完本次秀場 一開始我想了很久 好像也無法從這次秀場當中 得到一個很積極的結論 因為人類的本質是復讀機 人生的痛苦是輪迴的 循環宿命論 其實就是海盜爺通過這次秀場 想要展現給我們的一個主題 那海盜爺說 After the show I need to get a detox 每次唱作完秀場 我都要回到我在鄉下的豪宅休養生息 我看完他這次的秀 我感覺我也要detox一下 所以我立刻就訂了一間 之前一直都沒捨得去的 spa hotel 好好瑪莎姿了一下 有什麼東西被detox掉了嗎 可能把這場秀給detox掉了 但是後來我轉念一下 這場秀其實是和夢之安魂曲 這部電影給我的感覺是一樣的 你看完就讓人感到深深的絕望 會讓我迫不及待的想要回到現實的世界裡面 也許海盜爺的恐怖故事 就正式起到了和噩夢一樣的效果 我一直覺得噩夢其實是有好處的 噩夢的好處就是讓在醒來的時候 就可以慶幸那些恐怖故事 只是一場夢 讓人意識到現實世界的光明 海盜爺在接受採訪的時候也說 我現在更願意去說一些務實的事情 其實我們縱觀海盜爺他的職業生涯 他其實是構建了無數的夢幻的世界 但是他通過最近就四個恐怖四部曲 彷彿好像在告訴我們 其實腳踏實地的真實世界 才是我們應該好好去珍惜 好好去享受的先進 在接受採訪的時候他還說 就是每當他團隊的年輕人 對於未來可能會猶豫不決 然後找到海盜爺來問他的意見的時候 他都會說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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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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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for it 詞彙好簡單 對 因為海盜爺他回憶說 年輕的時候很多人會跟我說 Jump, go for it 我都不知道我要夠去哪裡 但是現在隨著年齡增長 我懂了 現在就換我跟年輕人說了 原因就是時光飛逝 我曾有過光輝的歲月 美好的人生不可虛度 What a lie 我覺得他屬於活通透了 他在不停地更新 他說故事的方式 之前可能就是比較線性的 現在就是非線性的 我就覺得其實這個敘事方法 在電影中很常見 但是可能在時裝中就不太常見 所以導致大家對於這個秀的看法 是比較的不知道怎麼看 如果你要往前深究的話 海盜爺的敘事方式 讓我想到了千尋千尋 就是他從現實世界逃離到了一個仙境 這個仙境其實你不能用一個正常的邏輯去描繪它 去理解它 但是它整體給你的感官是一個非常直接的情緒感 所以我覺得海盜爺不停地在嘗試還蠻好的 其實確實是給我們帶來新鮮的時裝體驗 我就細細捋完這一次的秀場之後 我還是不得不由衷地說一聲海盜爺有文化 是,是的 因為他的秀場當中 就是雖然像你說的電影的手法 是已經被很多人在之前運用過了 但是他旁征博影的一些 就是關於宗教的關於文化的一些reference 我覺得是現在很多的年輕設計師 沒有時間去學習到的 所以就是你看他秀的時候 其實有好多層 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彩帶 就一拐腳就可以轉腳遇到彩帶 然後我就想說一下最近看到的麥昆的秀場 他那個秀場不是一個眼睛嗎? 他說靈感來自於靈域殺手 然後我就回去又再看了一個靈域殺手 我就發現他整個表達還比較淺薄 就一個眼睛 就除了一個眼睛 對,然後還有一些非常鋒利的刀割的設計 其他再往深就沒有了 所以我在想很多人說 為什麼說白衣士家的時候 我們一直在說這個秀場不說衣服 我說其實你可以看看雲其他的品牌 他有些品牌是有偏重的 比如說像BV或者是Atenham McQueen 他就是老是做衣服 然後那個故事只是撒在他這個衣服上的一些topping 就是一些雙糖 但你深究下去 其實他還是就認真在做衣服 也沒有說這個不好 只是一個時裝設計的一個比較正常的一種表達方式 但是海盜爺或者說John Galliano 為什麼會被那麼多人說討論 或者說被那麼多人封為大師 其實是因為他在除去時裝之外 他有用新的方式來表達 而如果你作為一個觀眾 依然去糾結於他的衣服 他的衣服設計好不好 他的衣服設計時不時穿 他的衣服怎麼是這樣 什麼是那樣 我覺得其實有很多品牌你可以去看 沒必要來看巴黎世佳或來看瑪杰拉 你如果追求高品質的衣服 你直接去買Loro Piano不就好了 對的 你既然來看巴黎世佳這個秀場 那你是不是就已經默認接受 我是接受他這個世界觀的 我就是來看他如何衝擊我的三觀的 是 我是覺得海盜爺或者說Maison Magella 這個品牌對於那麼多人有那麼大的吸引力 我覺得也是一個最近很大的一個趨勢 就是大家對於知識越來越多的崇拜 因為我覺得一個秀場 最簡單的就是你從自然 然後動物當中汲取到靈感 然後接下來你對自己的知識水平 有一些底氣的時候 你可以去從一個故事 一個已經現有的故事當中 提取到你的元素來做一個秀場 而海盜爺他是在創造一個全新的故事 他是把自己一個完整的知識體系裡面 摘取片段 變成一個全新的世界 這個我們之前說過就是一種畫鏡 嗯嗯 這設計師的段位 我覺得就是挺高的 你再來跟我說這個衣服時不時穿 或者說這個衣服怎麼這樣設計 什麼樣的設計 我覺得沒有意義 等於說在當代藝術品 或者說秋香畫面前 你再跟我描繪這個人 就是畫的像不像 我覺得藝術的最高的表現形式 都是可以讓你立刻感受到情緒的衝擊 是的 其實不光是海盜爺 還有一些就是 已經幹了一輩子時尚的老人了 Risard Pocotier 他們都是把時裝這個藝術 邊界拓寬了 他們融入了電影 融入了舞台劇 大家知道電影它是個綜合藝術 它涉及到方方面面 燈光啊 故事啊 衣服啊 就我感覺就是這些時裝大師 最後都會變成藝術家 我覺得是的 最終它是用衣服來表達 它的對社會的反思 對社會的思考 並不單純的是用衣服來選擇 我覺得 也歡迎大家在大幕會評論裡面 跟我們來聊聊 你對於海盜爺 以及對於馬吉拉的看法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節目的所有內容 請大家喜歡 如果你覺得本期視頻內容 對你有所幫助的話 就請不要力嘴為我們點贊 轉發收藏投逼哦 多給大家一點關注 那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拜拜